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 自从参加推口秀大会以来 每年都会冲进总决赛 然后每年都对自己的名次不满意 掌声欢迎忽兰 恭喜忽兰进入总决赛 恭喜忽兰进入GC区 这是忽兰第三次进总决赛了 前两次都差了一步 但我们还是看得出来他对于打王的渴望 比到今天我觉得总决赛可能就是我最难夸 我夸了就得夸 全力以赴去准备才有可能夸得过去 他是永远都会准备到最后一刻 然后给大家惊喜的人 忽兰就是那个最能用自己情绪观点跟态度打动你的那个人 忽兰出道级别符一直是第二次 忽兰今年在所有网上的传播度 他们的观点角度 而且话题越来越深刻 我觉得那才是脱口球真正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今年忽兰必须是脱口球观点 掌声欢迎忽兰 忽兰 忽兰 大家好我是忽兰 想说啥呢 脱口球火了朋友们 我也火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见 都有人开始造谣我了 有人看见对 我跟你说上那个事情 就是最近有媒体造谣我 说忽兰参加火斗 出场飞一小时 在三百万到五百万之间 你知道吗 这些脱口球演员现在见到我都说 哎呀天嘉义人来了 我觉得造这个谣的人 不是对脱口球没概念 是对钱没概念 说实话 一小时三五百万的活动 我也的确参加过 上坟 那真是个烧钱的活动 在我的努力下 我太爷爷的出场费 一小时的确好几百万 而且刚开始谣言传出来的时候 都没答应回事 评论也都是说 哎呀忽兰参加三百万到五百万 是多打个零吧 要不说不不不 是多打了个万 多打个万啊 就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对我进行了二次伤害 我说这些人真的是 又笑贫又笑长的 后来传着传着不对劲了 有人真信 评论就说 这个人是谁不认识 他应该抓起来查查 我说 原来谣言转发超过五百十 抓我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铁丝往后面一只小焕熊 放我出去 我朋友说抓你都是庆幸的 因为网友判案一般是枪毙 而且得是立刻枪毙 再晚一点枪毙 事情就反转了 评论里面还有人说什么 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听着很生气 但是你把那个文章往上翻 那文章配图是李淡 是真的 是真事 你就觉得说的也没错 但最来气的就是 这些营销号 造我的谣 还嫌弃我没名 配别人的图片 整个我们拖鱼界 扣扣托托托好几个人 才凑够了一条谣言 李淡生 我来组成头部 遇到这种事 你见过就 人家正经 一人的处理方式都是什么 已经在写律师函了 等着被起诉吧 朋友问我说打处理 我说已经在写段子了 等着听吧 可好笑了 其他这些选手都懵了 你知道吗 因为比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没东西了 他们说 你们怎么还能 天降素材呢 他们说 这事是不是 你自导自演的呀 我说行 这两句也写进段子了 后来这件事情 实在传得太广太广了 公司的出力是还PR 你们能想象吗 脱口秀也有这么一天 要出律师函 P腰自己没赚这么多 而且就在出律师函的那一刻 我就认识到了 我自己人心中的阴暗 就是有那么一刹那 我不是特别想P这个谣了 有点舍不得这份虚荣 就像我妈 她还把造谣的文章 发到家庭群里面 她的本意是怕亲戚看见 产生不期时期的误会 但她发完还正打字要解绳的 群里的亲戚 已经开始鼓掌祝贺了 她也不想解释 她的群里发 谢谢大家 对我儿子的支持 之前还有人说什么 能抵御金钱的诱惑 太难了 跟你朋友对吧 别说金钱的诱惑 我连谣言的诱惑 都有点抵御不了 我们P完腰之后 实话是说 还有真的 有那些媒体 他不能假装看不见 他又想吸引眼球 然后就写那个文章标题 叫实话是 忽兰天价出场费 逗号 效果发声明否认 逗号 但似乎不像空穴来风 我说大哥你说了个啥 老阴阳人了吧 而且你是阳不二 一句话三个反转 杨波讲段子 真是一波三折 而且实话是说 这种标题最扯淡 这种逻辑是最扯淡 长嘴就能来吗 什么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苍蝇不顶无缝的淡 忽兰天价 效果否认 但一个巴掌拍不下 这种逻辑 铃压力齿的 我也只能想到一句话的吧 就是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对吧 而且最后 其实说实话 我也呼吁不了 什么媒体 少发不实的信息 从根上说 大家喜欢看谣言 其实我想看 我也爱看 毕竟人家说 不传谣不信谣 但没说不看谣嘛 说明可以看 但就是看的时候 稍微想想 到底合不合理 但凡有点蹊跷 麻烦你慢点转发 这样子我们辟起来 也不用那么累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湖兰 谢谢湖兰 喜欢湖兰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霍兰这个段子 写了多久啊 就是几天的事 对啊 天降素材嘛 对不对 天降素材 几天写完了 纳杰好像去年 就很喜欢他 对 我一直就觉得 霍兰很棒 对 然后那个 他平常的那个 比较稍微稳一点 就是可能就是 因为他会慢慢地讲 然后今天这个 因为是关于 他的这个谣言 所以他就来得 风风火火一点 是 我说慢了 拍到大家就信了 你这就快点说 还可怕了 你最后也没有用 你这播出的时候 全卡断 忽然亲口承认 下面就是 出场费 三百万 就结束了 卡断了 那我觉得像 作为脱口秀演员来说 就很棒 谣言一般比较普通的 就不要去理他 然后比较 那个厉害一点的 就编成那个段子 作为天降素材的包袱 他的这个段子水平 我觉得越来越高了 而且就是说 他的幽默程度很深 就是而且 他有一些段子 我得反复听两遍 然后我其实很期待 忽然的专场 这段也很厉害 天降素材 是吧 还是很展现 创作能力的 一天搞定 对 大老师上次 是不是说冠军了 当然是冠军 因为有很 我不知道 因为有人跟我说过 忽然就是已经变成了 比如大家看脱口秀 就说我是喜欢忽然的 说明我高级的那种 我是喜欢忽然的 别别别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只是说 忽然在我心目中 就是特别自信 就是每回演 我就感觉这就是脱口秀 特别棒的样子 所以说我这次觉得忽然 你就是冠军 冠军 谢谢大老师 谢谢大老师 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 尤其是高级这个事 哎呀 我就很怕这个事 是 杀军马者到旁儿 不要听 不要谢 六票 恭喜忽然 进入等候区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